嗨,各位网友,大家早 那么现在的时间大概是早上的七点半左右 那么今天啊,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转移阵地,来到这个地方 是一处茶园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阿里山地区石灼 旺峰这个地方的茶园 那个冬茶应当是采过了啦 那这样目前看起来 这个应当是乌龙 我个人也不是说很了解这个茶叶 但是在这边啊,小时候 大概民国67年、68年 就是来这个地方跟随父母亲来这边工作 跟这边的茶园啊,有着非常 有那个历史渊源 来到这个地方啊,就让我想起那个小时候的很多回忆 好,那现在我们慢慢把镜头转移到那个阿里山公路 台十八线 台十八线 哇,现在太阳很大 很赤眼 那有人啊,等一下会过来这边 待会再跟他们泡个茶聊个天 毕竟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车辆很多 那现在我们看过去哦,那个远山 那边应当是听说啦,是高雄纳马夏 高雄纳马夏那边哦,属于南边啦 那转过来这边的茶园哦,再看一次哦 在阳光照过来,呃,这个层次啊,非常的分明 所以说今天,呃,请了半天的假 来这边防游,顺便,呃,来这边呼吸一下 山上的新鲜空气 好啦,那朋友可能很快就会过来了 那,今天就跟各位网友分享到这边 呃,这边空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啊,那附近也有很多的步道啊,像二岩坪步道也在这边 那再上去,有那个迷糊步道,都很不错的选择 好,那各位网友,那就分享到这边了 谢谢你们了,谢谢,再见 好,拜拜